赤资将近8000万的七美乡公所行政大楼 昨天举行了重建落成启用典礼 未来将可提供七美乡民众更加便利的洽工环境 和便利的服务品质 县长陈光复及地方各界人士 共同剪彩启用 场面是相当的热闹 落成启用典礼 首先由七美国小带来精彩的享受县锐表演 为活动揭开序幕 也为启用典礼带来好彩头 这包括是县长陈光复 七美乡长吕绿勋 以及七美乡民代表会主席张仁和 马公市长叶竹林 以及多位前任乡长共同揭牌剪彩 见证这喜悦的时刻 七美乡公所也以办喜事的心情来庆祝 一二三请剪彩 好 表面表面 县长陈光复攻赫七美乡公所 他表示 就七美乡公所从民国六十六年建造至今已经有四十年的历史 因为年久老旧 新办公厅社在一百零四年初开始建造 建设经费约八千万 由县政府补助一千万 其余由中央补助和乡公所致筹 我们今天新处六千 虽然经过四五年因为我们又有接受啦 又有美建筑的新筹 所以时间有盘小块 总是今天新处六千了 新处六千 所以刚才我们的县长有说 这个新处可以让我们乡部乡亲 全家对乡亲的乡部 接着就是对内面 我们的县公所的东西 有一个好的环境 他的属于国务 再来就是说 他的效率不能提倡 于剪彩接牌仪式以及典礼之后 现场备用麻薯以及糖果等等 陈县长以及嘉宾分送糖果麻薯给乡亲 小朋友社区民众参与十分踊跃 会场气氛相当的 中也在热闹欢喜的气氛之中 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 随后嘉宾们一同入内参观 行政大楼设施 记者陈荣誉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